1949年1月,中共军队不费一兵一卒进入北平,也就是现在的北京。 原因在于,中共以和谭为名,利用国民党首将副作义开诚投降,最后副所部的60万国军和平缴械。 副作义投降后,全国各地国军投共成风,于是共军战事顺利,席卷整个大陆。 然而,中国建政仅一年,1950年10月10日,由毛泽东下达,镇压反革命指示。 大规模处决国民党军政人员,从先前投降、投共的,到被俘虏或逃亡的都不放过。 其中,除了国共内战后期,倒戈投共的将士,连已经退役返乡多年,早已不参与政治的国民党军公教人员,也难以信念。 这场镇压反革命行动中,或杀祸官者,保守估计有200到300万人,并也有数字统计,实际遇害者,多达500万人以上。 在镇反运动中,除了投共官兵之外,中共地下党员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,杀、官、管。 如朱自清的儿子朱麦仙,早年追随中共,投身地下党,推翻国民党活动。 抗战期间,亦因中共指派,随宣传团,集体参加了国军。 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,策动贵北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起义成功,却在镇反运动中,被当成反革命判处死刑,执行枪决,80年代时获得平反。 1949年,抗日名将驰封城,策动军统北平战长徐宗瑶起义,率所部参加北平和平解放。 后因镇反运动被关押审查,1955年3月16日,驰封城在北京狱中病逝。 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父亲查书卿,杨宇生的父亲陈信玉,也是在镇反期间被处决。 但中共对待国民党前军政人员,有不同的做法,大体如下。 一、对待如城前、傅作义、陈明仁等、卢汉等,所谓深明大义的投诚人员,代为座上宾,以便对内继续统战,对外座有意宣传。 二、对待如廖药香、范汉杰、杜玉明、黄维、宋西连等,虽然是最大恶极的首要战犯, 但由于他们职位高、影响大,就不能杀,而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,以表明共军优待俘虏。 三、对于少将以下或影响力相对小些的,只要是顽固不化或是颇有声音的,一律枪毙,哪怕是下士也不放过。 除了将领及官员外,一些大批投降或被俘的国民党士兵,被共军收编后,都被推到最前线作战,充当共产党炮灰。 比如,最先率完整兵力投共的副作义,赴为国民党陆军上将,华北剿匪总部总司令,将其六十万大军拱手交给共产党之后, 仅两年,其精锐竟都被中共推到北韩战场,充当志愿军的作战主力,伤亡惨重。 北平开城投降,全赖一个关键人物,首将副作义的女儿傅东菊,又名傅东。 在那之前,傅东菊已经被中共地下组织,发展为地下共产党员,成为潜伏在父亲傅作义身边的中共特务。 1941年,在重庆读书的傅东菊,秘密加入了地下党青年组织。 1946年夏天,在组织的安排下,来到天津大公报社担任编辑。 但他主要的任务,就是经常回北平看望父亲,看望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。 傅东菊利用父亲对自己的信任,亲自窃取了大量军事情报,通过华北剿总办事处,密传给组织。 导致傅作义的军事行动屡屡失败,百思不得其解。 有一回利用他年仅五岁的弟弟,从父亲傅作义的上衣口袋中偷走保险柜钥匙,用照相机拍下保险柜中全部军事机密。 毛泽东和中共获得傅东菊送来的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。 傅东出卖了父亲,也出卖了国民政府。 后来,中共军队逼近北京时,是否把华北和60万军队交给中共,这个责任感和现实状况,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。 而傅东菊只是急着催促父亲,赶快向中共投降。 此间傅东菊作为中坚人,运作了大量私下游说,彻底动摇了傅作义的决心,最终促成了投诚。 傅作义自始至终,都以为女儿只不过是受托的中坚人,从未想到是地下党。 蒙在鼓里的傅作义,直到交出北平之后,才知道女儿的共产党身份,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。 顿时感到上当受骗极度后悔,大骂傅东菊不忠不义,养性加奴。 其实这种不忠不孝的事情,在中共建国后,屡屡发生。 到文革期间,更是达到顶峰。 投共后的傅作义,屡屡感到后悔。 1957年,反右运动开始,弟弟傅作公遭到迫害,傅作义也帮不上忙,导致弟弟在饥饿中离世。 在这之中,从蒋介石日记看出,傅作义也有秘密地与蒋联系。 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,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,西贡所能四字。 密告于余,但其并未具名,其字却是真笔。 可知匪贡内部已至崩溃在即,有不可想象之事,否则此总投机分子,绝不敢出此也。 西贡所能的意思,就是说我愿意尽心尽力提供给你,跟你理应外合,为此提供一切。 因为1963年正好是在大跃进之后,大饥荒时期,整个大陆非常之惨。 傅作义肯定也看到了,可能也为当年自己做的很多事情感到后悔,才会带了这么一封密信给蒋介石。 也就是说,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反攻的行动,需要我做什么,我西贡所能,理应外合。 但受限于整个大形势的发展,后来也无疾而终了。 再来说到这个,出卖了父亲,也出卖了国民政府的附冬局,投共之后情况并不理想。 中共建国后,这个为中共拿下北平,立下汉马功劳的大功臣,并未得到什么特别的回报。 不仅没有受到中共的重用,反而遭受歧视。 中共上级组织,甚至不承认它的党领,要它重新填表入党,为此它感到极大委屈而愤怒。 1949年,附冬局被打发到云南,在中共西南服务团任职。 1951年,被调入北京,在人民日报,当一名普通记者。 文革爆发后,附冬局被指控为阶级异己分子,反党,反革命被揪了出来,交由群众残酷批斗。 连他当年为中共卖命,所从事的特务工作都遭到质疑,一度失去自由。 文革后,附冬局被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。 晚年的附冬局生活窘困,看不起病,住不起院,微薄的退休金仅够吃药。 后来病情加重,医院以资格不够为由,拒绝他住进高干病房。 附冬局只能住普通病房,这种病房任何人只要付钱就能住。 而说起附冬局对于中共的功劳,岂是任何部长所能比拟? 卧病两年多,当年那些与他联络,求他办事。 靠他立功的中共地下党员如今都已升居高位,腰缠万贯,但没有一个人出面为他说话,也没有一个人去医院看他。 2007年7月2日,贫病家交而孤独无助的附冬局,悲凉此事。 据说附冬局临终前,对当年的行为颇为后悔,觉得对不起父亲。 他对旁人说,到现在才发现,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太少了。 随着岁月的流逝,他越来越能理解父亲当年的想法,但为时已晚。 他想写一本关于父亲的回忆录,也因自己病痛缠身,始终无法如愿。 这是今天的分享,感谢您今天的观看。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动动你的手指,感谢你的喜欢。